今天上午新北市环保局邀请到新北市六个区内的里长们来到民生里 进行里环境认真的观摩学习交流活动 而环保局表示这一次的观摩学习会选在民生里 就是因为过去成绩都相当有益 因此邀请了树林土城银戈巴黎以及淡水本地 共有六十多位的里长们齐聚一堂 希望学习民生里的环境美化经验 淡水区民生里过去每年都荣获新北市环保局里环境认证竞赛五星级的殊龙 而里长不只是培养一群认真努力的志工外 在里内许多地方更是花费心思绿美化 因此今天上午新北市环保局邀请新北市有六个区内的各里里长来到了民生里 进行里环境认证观摩学习交流活动 新北市的各区的里长来参谋来观摩我们民生里 那让我们民生里的一些亮点让这些里长做一个参考 那当然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啦 那因为我们又利用了一些废轮胎啊 然后里面种花 然后都利用那个保特瓶啊 或是说我们的啤酒罐啊 来把它做一个装饰让我们这个山区开车的人更安全 里长表示一早就在里活动中心来进行简报 随后就带着大批的里长们进行参观来到了树梅坑山上的道路 一旁有今年才制作的环境绿美化 将原本废弃脏乱点整理成为一座休憩凉亭 一旁的道路还用废弃轮胎涂上鲜艳的黄色 不只是让夜晚没有路灯的山路视线更加安全 里面也变身成为小盆栽相当有创意 环保局借由办理这个里环境认证的这个观摩活动 让其他更多的里可以跟这个我们淡水的民生里互相学习 然后把他们这边的良好的一些环境的作为 带回去他们的里 让他们其他的里也可以变得更美好 我们今天观摩的区域大概有 观摩的里大概有60多位里长 那有树林 土城 樱哥 然后还有这边淡水本地的里长 都会到我来一起来观摩这个里 环保局表示这一次观摩学习的活动会选择民生里 就是因为过去成绩优异 因此才邀请了树林区 土城 樱哥 巴黎 以及淡水本地共有60多位的里长们 齐聚一堂 将民生里的环境美化经验带回其他个里 大家共同学习 为新北市的林里绿美化有更好的环境 记者许端一的学生放报道